最后来也谈到另外一个 刚才上面提到的 不可能有什么隔代指定接办的问题 也就是胡志华 胡志华是前总书记 结为胡锦涛属意的人选之一 不过胡锦涛在二十大 胡锦涛被搀扶 离开会场 还有胡锦涛不仅没有入场 而且连政局委员都没有 这个在政坛引起很大人的讨论 包括海外的很多 包括纽约时报 华尔街日报 都没有办法撂到这一点 对这个 我们怎么看 胡平你怎么样的看待胡锦涛 因为最近他有一些曝光 都代表习近平去马拉加斯加 当然特使庆祝马国的 这个总统的就职典礼 那当然三中全会 他也跟习近平在这个 在个讨论会上面并坐 这个在官媒里面 也把造病特别的凸显出来 所以你怎么样看待胡锦涛 现在跟习近平的关系 经过二十大以来这一年多 你觉得他们两个关系 有没有什么变化 我觉得从这几件事 看不出有什么变化 因为这些差事本来也不是那么重要 那无非也就是再一次表明 习近平没有无意把这个胡锦涛打倒 但是呢不被重用 这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被如果被重用 那他已经成为接班人了 再说就是所谓二十大 大家都注意到的 二十大这个事确实比较虚强 因为在二十大之前 这个胡锦涛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 长篇文章 当然是吹捧习近平的了 但是我们知道 你胡锦涛你想写文章是一回事 但人民日报给你发表的是另外一回事 人民日报不是说你谁想写文章 他就给你发表的 你想吹捧习近平的大有人在 特别在党代会召开在近 想用这方式现中心表决心的 想得了好多的是 那不是人民日报不是说你来个 我就给你登 那不是说天文在那时候登了胡锦涛的 那当然一方表示胡锦涛是要投靠 等于都被认为是团派人马了 认为是胡锦涛认为是李克强的人马 那表示他还是要效忠习近平了 另外以人民日报拿出这么大篇幅给他来登 大家觉得恐怕二十大之后二十大上恐怕胡锦涛有望 更上红楼 可是到出来二十大没有他的事 这个就有点本身就要是蹊跷 如果没有他的事 你先前为什么要拿人民日报给他留那么大的篇幅 发表这么篇文章呢 这是一题 另外在二十大上我们在政治局的委员数 我们居然是个双数是个偶数 那按常规不是这个样子过去都是单都是个基数 那理论上呢因为基数才好表决嘛 当然所以其实这我们都知道在中国没有表决这么回事 没有真正表决这么一回事 所以单数方式都无所谓 但是呢既然一贯如此利有先例在这 你习近平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将把它加以变动 那很可能情况就是本来是有胡春华的要入局的 但是临时拿下来的这不是早安排的 如果早要安排的那他就会换个人的 因为凑上一个基数嘛 那肯定就是临时才做的决定 所以这个联系的什么胡锦涛被架出去啊 当然胡锦涛被架出去这是另当解释 但是呢胡锦涛在二十弹是被排挤 而此前呢未必是要把他排挤到那个程度的 这点是一个看出这个周知年详细内部 我们还不得而知 但是呢可以看出胡锦涛在习近平题目中的一些特殊的位置 这周年奇奇怪怪的关系 那么到了那个之后呢 那你不让胡锦涛入局 以他的资历那总得给人家个位置 所以就给他一个不重要的位置 那么现在有时候开个会啊 他会露个脸啊 有个事情有些差事的让他出去走一趟啊 因为他也有时候也意识到 有必要让胡锦涛有机会亮相 因为人们都既然对都看得很清楚 习近平你很不喜欢胡锦涛 那么对胡锦涛的命运 大家就会比较关注 他会通过这些 然后呢当局通过这么一些事情 表明这个胡锦涛也没怎么样 所以这个不能说明胡锦涛就得到重用 就有进一步高升的可能性 他只是说明的 他有让他露这几个脸 主要是让大家不要太担心 胡锦涛也没事 主要想传递这么个信号 证明我们以前讨论过 这个在政论局里面25个委员 现在24个 差一位 本来说是女性呢会找彭丽媛 也没有 也没有 现在就是我们这个题目 这个提到说 他会不会再重回 不是重回 重回政治局 你觉得可能性大不大 刚才胡锦涛认为可能性不大 我觉得为什么就是 是一个偶数 一个奇数和偶数的区别 还有呢 就是为什么华尔街日报呢 当时判断最准的是 华尔街日报 他给出了六个人的名单 六个人都是对的 但是华尔街日报当时也很坦诚 他说他不知道第七个人是谁 嗯 实际上这个 这个missing的第七个人呢 本来当然就是胡锦涛 嗯 就是在所有的猜测的名单中 不管是余儿先生的和平的 所有的都没有 哪一个都有胡锦涛 但是呢 华尔街日报那个的 就没有胡锦涛 他讲的六个 其实就是胡春华那个位置 最后就被李希带了 就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呢 其实就要回到呢 22年的 二十大之前的那一场 中国的政坛风波了 也就是我们都看到老邓先生的 习下李上的那个故事 那故事不是空穴来风 很多人都相信 国内的人很多也相信 他真实的背景呢 其实就是 习李在那个时候呢 有过一场就不愉快 嗯 本来李基本上到最后两年也就躺平了 什么时候不做 我想对习可能其实也有些微词吧 但是为什么到了22年的一年呢 零要下台的时候 突然激动起来了呢 就是要开十万人的大会 就是到处 走来走去 做很多演讲 因为那年发生了疫情 就疫情失控了 上海的疫情 这个疫情失控实际上是原因 习自己在海南那次讲话 这既要又要 就既要的不影响生活和生产 又要呢 不死人 那上海呢 基于他对大数据的掌控 就各方面的能力 上海的李强 就一反以前的那种 只要发现一个例子 就全部封城 从武汉也好 西安也好 深圳也好 上海就搞了一个呢 别墅心态 叫做精准防御 就这个餐馆出事了 封这个餐馆 这条街出事了 封这条街 这个旅馆呢 封这个旅馆 精准防控 不影响其他地方 没想到奥米克隆那家伙呢 他不配合 他传染力特别强 精准防控就失败了 失败的结果呢 上海几十万人呢 染疫了 将近六百人死亡了 这在中国是一件大事 因为从武汉以来 就没死一个人 中国还庆祝防御的胜利 那这个事出来以后 李强谁都知道 那个时候就是总理的 下一届总理就是他 把他放在上海 也是习最信得过的人 没有争议 团派也没有争议 胡春华 如果不出事的话呢 就应该是第一 和第二副总理 政治局常委 但是因为李强呢 有这么一个劣迹 于是呢 团派就动了心思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二二年的 为什么李克强呢 到处奔走 为什么要开十万人大会 为什么胡春华呢 积极配合在人民日报上 胡平讲的那个长文 那就是总理的一个市政纲领 为什么连我这个老同学呢 当时就是 Prinston也讲 说下一届总理 就是胡春华 他听到的也是 谈判给他讲的故事 就是胡春华 我当时并不相信这个 但是呢 我相信他的渠道 我不相信他的判断能力 我相信他渠道 所以呢 我在节目中 我也觉得 说 既然说 他这样讲 那么他应该就是 他知道 因为他每次回国嘛 他能见到王岐山 能见到习近平 能见到这些人 各种李克强 他都见过 所以这就是当时的背景 想换人 就是我刚刚其实也讲过的上一题目里面 就是中央政治 接班人政治 现在也没有人想 直接抢习的位置 不容易 但是习身边的 这关键位置 比如总理是谁 那还是有机会的 其实19大 习和王分道扬镳 说到底 还是一个 接班人的问题 不是说他要接 习近平的班 他想 19大 他就想接李克强的班 也是一个总理的位置之争 二十大 胡春华 为什么彻底出局 真的还是 总理的位置 他想 替换李强 就这样做 我在节目中以前讲过 一个王岐山身边的人 他就听到 谁呢 王岐山和他这个朋友 就现在已经抓起来了 就王岐山的 中纪委的二把手 他们的一个对话 那对话就是什么呢 这个人就问王岐山 就董红了 说老大的志向是什么 王岐山回答四个字 千古一帝 下一句就是 那您呢 他说我呢 就辅佐他 城市大业 做铁学宰相 那不就做总理 那就二十大以前 十九大以前 这个对话 后来这个总理呢 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没有做 他们俩呢 我们看到后来的分手的 基本就在那以后 对吧 他的海航 陈锋王剑一死 一抓 董红自己也进去了 然后任志强也进去了 包括后来的田辉宇啊 这都是王岐山的人 就是个总理之争 那二十大呢 就是团派的下决心 最后呢 发动一次 就是要抢总理这个位置 但是习呢 一意孤行 所以我们看到二十大 那个就刚刚胡平讲的 一点看不懂 那个局面 就是所有的团派人 不光是 李克强本来就该下来 胡中华下来 连汪洋这些 就团派人一个都没有 干干净净的 用麻将术语 也就是说清一色一条龙 外带自摸 其实他背景就是在 抢那个位置 所以说现在胡中华又出来了一项 不奇怪 安抚性的 就像王岐山十九大 没当上总理 也慢慢失事了以后呢 习就让他什么呢 当特使 先是到南韩 把后来又到英国 他现在呢 一样的 萧归朝隋 胡中华做同样的事 做特使 给你一些礼仪性的 礼补性的事 重回政治局 再当解办人 绝无可能 韦彤 你怎么看呢 如果我们 基本 各想 汪洋跟胡中华 现在下场跟处境 你怎么看团派 我基本同意盛平刚才的分析 我原来大概也是这么看 我不过没有公开讲过 这个中共中央的 这个高层的这个权力之争 现在肯定不是争老大 而是争下边的这个 但是在这李强接任了之后 李强至少做十年总理吧 这个也不会再发生这种事 但是胡中华呢 这个具体的问题可能是在 因为是由党中央权会来选举政治局 这个可能比方说胡成华的原来的名字在上面 就25个政治局委员 但是呢 由于前面也可能习做了工作 或者说他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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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强的那些做法呢 引起了其他人的一些个反感也好 或者习有某种暗示也好 胡成华可能是在上面票数没够 就是连半数都没过 这是我的猜测啊 所以我补充一下 因为当时李克强的是想换人的时候 胡成华是积极配合 所以才有了那个万字长文 就总理的市政纲领 他自己也动了心思 所以他连政治局的委 常委都没有了 政治局的都没有了 那他的那个人就是他 25个人中间 这个这个这个 他最后失事肯定是一个投票没过的结果 他不会说习下令说我不让他来 在中共党内现在还不能这样 这样有就习没有到这样一个程度 就说他最后会有一个 就是一中全会 一中全会投票 就是那个那个 开完党内会之后 然后由党中央全会 新选出了一个中央委员 投票选举 中央总书记军委军委主席 然后这个这个中央常委 中央政治局委 就是这25个人当中 胡春华的票一定是没有过半 然后才这样空缺了 然后呢没有过半就不补了 这个不补呢 就是就生出后边的谣言 说谁来替补啊 或者是现在胡春华能不能重回 我觉得重回的可能性不大 可能这个二十大 这个二十四个政治局委员的局面 会一直坚持到 那么至于这个 这个习现在对他有某些领域 其实呢习并不排斥胡进政治局 可能是这样啊 就是说这个进了政治局 不一定选他进常委 这个可能是习忌惮的 但是呢没有想到呢 出现连政治局都没入的局面 如果连政治局都没有入的话呢 按道理说不该给他政协部主席 他现在是政协部主席 这个因为是政协是按这个党派分的嘛 中共党派的政协副主席 这个这个那那一定是政治局委员了 这个居然多出来一个中央委员的 这个政治局副主席 这个是习的一个安抚性的安排 就是那个二十大上没过 然后转年到三月开人大的时候 给他做了一个这个正就是政协副主席 这个呢某种程度上可能体会的一个概念 就是习可能觉得不让他进政治局有点过 所以呢给政协副主席有点按政治局委员待遇的这样的味道 那么现在呢 这既然是这样一个政协副主席 又不能这么干放着 所以给他一些礼仪性的一些安排 就总之一直安抚到底 也不想这个彻底把他给这个扫地出门啊 或者完全就罢免啊 也没有这个意思 就是习在处理党争党内 中共党争的这个这个内部党争的问题上 应该是说玩的有点炉火纯青的 这个是历代皇帝包括毛啊 邓啊甚至都有所不及 因为这个能这样反腐反到现在 然后也没有翻天 这个你得看最后看结果 对不对 这个是超过以往的那些帝王的反腐手段 包括宫廷政治的这套运作 而且呢这个经常是既要又要 就是我还不想让你这个干 达到你的那个目的 但我又不想得罪你 这个在在党内呢 还某种程度上一直在在秉持这样的原则 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 阴差阳错的一个结果 就是不想让他进常委 但是可以可能想让他进政治局 结果呢票数到连政治局也不够 那就只好给一个政协副主席来安抚 然后呢现在也给一些礼仪性的安排 让人觉得呢 不要脸上太难看 就习呢也不是要把人整死 大概大概是两个 这这就这前面这就刚才这一大爆话 都是瞎猜 所以伟东就是说 我们一个总结 就习近平才是大内高手 对 OK 那个习近平 我们台湾这个 当然台湾他跟进去想跟胡春华 事情的关系 这个实在是 像小说一样 可以来观察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 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 支持我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